天宋皮森鐵文創園區伐木星空 包含索稻 高橋 流龍等 都是融入早期林業運輸的元素 高空繩索約有一層樓高 采用五機械動力運作 在指導員的帶領下 勇闖七道關卡 首先要面對這個方向 簡單的話雙手抓著鋼索 螃蟹走路會吧 腳步就橫著移動 鋼索慢慢往下移動 這樣子 OK嗎 可以 進階的話 手舉高抓白色繩子 最上面那個結 如果抓不到沒關係 你就手打直就對了 抓 保持三點不動一點動的方式走過去 因為早期這邊的話是 太平山森林鐵路的其中一個車站 對 那我們叫做天宋皮火車站 也是這個車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那以前是運送木材 對 然後從三下 然後運送到太平山上 從太平山上運送到三下 然後我們為了要讓以前啊 就是防目星空 防目工人的辛苦 然後讓現在年輕人可以體會到 所以建造了一個防目星空的伸縮場域 那場域的部分的話就是會有一些關卡是設計 像是防目工人他們的一些辛苦 像是流龍有聽過嗎 流龍 對 流龍 高空流龍其中有一關就是仿造 早期的流龍去做的 然後第二個呢 走鋼索 以前的話呢我們在山上砍伐木頭 他們的路啊很顛簸 也沒有到現在科技那麼發達安全 所以他們就是會有點像走在 你知道山邊上的一個感覺 所以又設計一個走鋼索的橋段 滑鼠也是啊 滑鼠以前他們從山頂要運送到另外一個山下的時候 也是用一條鋼索 然後去做一個運送 對 我們就以這個方式去做一個結合 然後打造一個防目星空的伸縮場域 天宋皮火車站過去是太平山森林鐵路的運輸車站 具有宜蘭森林資源的開發縮影 近年來打造成為森鐵文創園區 並由三星鄉公所委外經營 在園區吃喝玩樂都有 想要挑戰冒險就來伐木星空 好來 出發 等一下 我在哪裡 小邰哥 這個園區滿好逛的 目前除了伐木星空可以體驗 還有什麼設施是可以來體驗的 這邊的話像我們有文創商品 因為我們在三星鄉 三星鄉最有名的就是三星蔥 所以我們裡面有賣很多關於三星蔥的一些伴手禮品 然後還有一些文創商品 另外有一個叫專載窯的DIY手作烘焙教室 整阿油 對 整阿油 我們用龍眼木去材燒 然後我們做的就是三星蔥口味的披薩 對 讓一些外地客啊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啊 可以自己手作 然後又可以吃到在地的口味 對 順便推廣我們在地文化嘛 沒錯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自行車的租借 像我們這邊啊 旁邊依靠就是安隆溪 所以我們可以騎我們的自行車到安隆溪 沿路啊 可以欣賞我們的風景 對對對 我們服務其實吃二玩樂都有啦 對啊 在高空中站穩腳步 將心情放輕鬆 還能好好欣賞南洋平原美景 天宋皮車站因為偶像劇加持而爆紅 暑假遊三星 不玩水就來場高空繩索探險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 來 採木頭 走